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的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你好,大家好 經常都聽到有些朋友在房間裡走出廳 或者在廳下房間裡想做些什麼 突然間就忘記了 那些家人可能有時經常說 那你是不是老人痴呆啊? 這樣經常都忘記了 其實袁先生這樣是不是算是腦退化症 老人痴呆症啊? 有可能,突然間想想個字 説字,哎呀,糟糕了 這麼簡單,突然想不起來 或者看見一個人的朋友,想起他的名字 通常第一件事是死了,糟糕了 我是老人痴呆啦 是啊 那不用怕 譬如說,在滿地海大學最近有個研究 差不多有一件事,很多老人家用的 就是百分之九十個老人家用的東西 很可能會導致失憶 或者集中力的問題 甚至乎那個智力,那個思路 那個認知方面退化了 其實就是那件事 那件事是甚麼呢? 即是你說,我平時一般人是挺健康的 那你就想有些甚麼可以解釋 即是解釋為何這個問題會出現呢? 嗯 那滿地海這位,有一位 Dr. Clara Tannerbon 在Montreor的一間大學裏面 他發現有一種藥 是叫抗組織胺 Antihistamine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是的 很多人是長期用這些抗敏感藥的 他們都知道 這個研究就發現 其實這些抗敏感藥 是會直接影響他們的腦袋 也可以說輕微的認知的障礙 會直接影響到 相信很多人在不知不覺之下 就會吃到這些藥 他們都告訴我 在吃藥的時候 好像做事的能力 想事好像有點慢了 我最近認識了一位人士 他吃了三十年 嗯 是 我發現他這個人士 他有一個問題 他工作是做不長的 是 是 原來其實他可能沒想到 他為什麼會做工 好像都是做人士 做不到人士 跟不上他工作上的需要 沒錯 因為他吃三十元 日吃的 嗯 他根本都沒想到 這些東西 是可能令到他失去工作能力的原因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都有人有很多不少的敏感 可能是鼻敏感 皮膚敏感 所以他們覺得一邊吃藥 控制了症狀 控制了 覺得好像感覺良好 他起碼 他起碼 例如鼻骨癢 流眼水 鼻塞 流鼻水 打刺 或者氣喘 這些不適 有些好像皮膚癢癢癢癢癢癢 這就是Histamine 即是泊车压着的位置,等着那些腥脂肪就不能进去 其实工作是这样的 但是它阻止的地方,不单止它阻止了那个泊位 譬如那个被盗、被盗这些问题 其实它还阻止那个脑袋,这样是没想到的 在有十二个不同的临床实验里面,是关于抗组织胺的 这位医生,Dr.Tenner Bond,满地河大学的 发现很多人在吃这些药的人,很多时候是很难集中的 而且是很难处理那些资讯的 它就呆了,说话好像不能进入脑 反应就是万多拍 很多时候,这些这样的问题 很多人,基本上健康的人是想不到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Dr.Tenner Bond,他也呼吁老人,年纪大的人 尽量要避免所有的安眠药 以及第一代的抗组织胺药 第一代的抗组织胺药 第一代的抗组织胺药 以及一种三环类的抗组织胺药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 其实很多老人家,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都在吃这一类的药 即是睡觉药 有些皮肤痕,吃那些抗敏感药 吃完那些抗组织胺药,他也不太开心 所以他研究发现,差不多九十个百分之九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就经常吃这些药 其中一本书叫Awakening from Alzheimer 这是一个畅销书来的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的 叫Magizalin,S-A-R-L-I-N Margin-S-A-L-I-N,是一个畅销书来的 他说,原来一般的药物是最常导致脑袋退化的 很多时候,他说 很多老人家,这些老人所谓退化病 其实叫他停止这类的药物 就立即奇迹地好回来 这会很强调这个资讯 OK? 好了,大家也看过一只药物 叫Sudofed Sudofed是抗敏的,主要是被斗的 Sudofed是很有效的 对敏感症状 对一般的抗组织安药更加有效的 Sudofed是好一点的 不会令你累 不会令你失忆 记忆不会影响 但是,另外有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 就是什么呢? 它是影响你睡眠 还有,它会令到男士的前列线长大 嗯 其实很多药物的副作用是很多的 是 希望大家如果遇到要吃药物的时候 如果在吃什么药物呢? 自己上网查一下 有个网站叫做wwwdrugs.com 你一查,你将药物放进去 它会打散出来的 你的药物的副作用是什么 就是大家有机会吃药物的人呢 或者有医生说可以给你吃药物呢 那就查查药物 那副作用是什么 你会看到是一大连串的副作用在这里 可能有时候那些药物的表面上 好像刚才你所说的Sutapak 那些人因为受到鼻敏感 鼻痘炎那些情况的时候 他都吃了以为是很好的 控制了 但其实就会在其他方面 很多的不良的副作用 譬如说你睡得不好 你可能睡得不好的时候 你又要再去吃安眠药 男士的潜力性大了的时候 又要去做手术 所以其实有很多方面 天然的方法 可以将原先本身的 譬如好像是被斗的问题 都可以解决了 你就不需要吃这些药 衍生或者可否帮我们介绍一下 譬如好像刚才说的 很简单的被斗的问题 在天然的方法自然疗法里面 可以用什么的工具 可以介绍一下 其中一个我们叫做Nettiport Nettiport其实是一种洗鼻壶 总而我们陆上健康店都有很多的 我每次去印度我都去买的 因为有些是用铜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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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看来很粗的 除了这些洗鼻的方法,也有很多草药 例如Butterberg,这类是一种草药 也可以减轻花粉热,因为草寿寿的敏感 还有一些是喝姜茶,加当地的蜜糖 当地的蜜糖是当地的花蜜彩 所以有机会以形保营的功能,会减低作用 还有一些是用草草草素,很常有的洋葱精华物 当然可以自己做洋葱也可以 在我们网址之前也教过你如何制造洋葱汁 还有这些是菩提子抽水物 在医学上有些叫做Resperitrol 白黎露醇 白黎露醇,这类的 还有维他命C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要留意一下,有什么食物敏感 有时食物敏感导致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症状 其实原来是食物敏感,可能导致藏味不适 其实很多其他症状都会有 也有些人吃草药都有敏感,也有机会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厨房里面有很多工具 首先讲洋葱,做洋葱,还有大蒜 如何做大蒜,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不用了 脱脱回来,搅拌均匀,搅拌均匀 或者做食物都可以 很多人在日本餐厅有很多生的蒜头 搅拌均匀,好像在韩国很流行的 烧完肉之后,搅拌均匀,搅拌均匀 还有就是姜,还有Caen Pepper 红椒素 红胡椒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在多伦多 去参加一些健康讲座的大会 几天的大会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讲者推介用Caen Pepper 很简单,一杯苹果汁 普通苹果汁,一茶匙Caen Pepper 搅拌均匀,然后就喝了 这个会通你腸胃,清洗腸胃,通鼻膏 很简单的东西 有些人说会不会很辣呢? 其实不是那么差的 都是因应个人的情况 有时都是会辣的,都流行的 那份量就是酒吧 就是半茶匙,四分之一茶匙 搅拌均匀的苹果汁,或者果汁方面 清喝,会帮你通鼻歌 其实有很多自然方法 当然是同类疗法 我们过去也有介绍过不同的方法 包括同类疗法,可以在这方面处理到 即是不好了 你猜不猜到呢? 百分之九十的老人家的老人痴癌症 竟然是因为吃了这类的药物 抗敏药,抗敏感药,抗抑郁药 如果能够将这些药物完全清除了 起码老人痴癌症就没有了 所以这本书呢,Packis Island 那本书呢 是一个唱销的书来的 Awakening from Alzheimer's 就是很多这方面的资料给大家去参考的 今次这个研究呢 其实都只是集中在那些长者方面 但正如现在所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因为可能就是说 出生的时候打免疫针 又喝牛奶 那些什么的时候 那其实呢 这个鼻敏感啊 或者是这些敏感的症状呢 其实真的越来越年轻化的 就是差不多好像BB都已经开始有了 如果不懂得处理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这么小的 开始吃这些抗组织安药物 正如刚才所说 初头可能很轻的份量 控制住,控制住 但是因为去到年长的时候 不要说年长了 你到你三十多岁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吃了二三十年 这个抗组织安药的时候呢 相对于老根的慈患 会是多么严重呢 所以基本上 不要说到长者才开始老人痴呆了 而是根本都已经可能四十岁 已经整天都不记得 所以我们曾经说的例子是真人真事 是的 没错 几十年吃这些抗组织安药物 他根本老根是不得集中的 他没有份工作就得长 是呀 是呀 他很可惜 他们可能还没有认识 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关联 只是可能只是投诉 这份工作又不懂得 那些人又不懂得跟我相处 那些什么 但是没有想过 其实那个原因 那个源头的问题 就是在你自己的脑根破坏了 已经是不断地后退 就是因为抗组织安药的导致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 谢谢你 余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